那要帶您看到是在這個盛中追遠的清明假期過後 三支區內的兩大墓園業者 龍岩以及北海輔助 將清明節期間祭拜祖先的物資募集 並捐出給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今年超過2000份的物資 也讓全區的弱勢民眾 從低收甚至是中低收 與兒少關懷戶通通都可以受賄 而最常必備的生活物資 也對生活困苦的弱勢族群 帶來了實質的幫助 清明節廉價過後 三支區內兩大墓園業者 龍岩以及北海輔助 將清明節期間慎重追遠 祭拜祖先的物資捐出 給三支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今年清明法會過後 集合兩家業者捐贈的物資超過2000份 而祭拜共品物資有水果以及中和乾糧 烤到生鮮類的水果有保鮮期 工作的志工們從一早便沒停過 撥打電話的手 提醒發防對象快來領取 這支的對象有那個老人還有身心障礙 還有那個中低跟低收入 這四種資格 四種資格 對四種資格 物資從生鮮水果禮盒到中和禮盒都有 全部家總共有將近2200份 對象針對低收中低收身杖 老人若是兒少以及高官若是家庭都有 目標要在本週內全數發放完畢 總計也將會有2000戶以上的家戶來受毀 因為那個清明時節我們有許多的一個祭拜的活動 我們的鄉親以及我們周邊的一些民眾都有一些祭拜的物資 那他們也希望說能夠將小愛化成大愛 那將這些多餘的物資能夠藉由公所成為一個平台 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所以我們在接洽這些愛心物資之後 我們也通知我們去裡面有需要的家戶和民眾 這幾天的時間來到我們公所來領取 希望就是也藉這個活動 也呼籲就是大家能夠發揮愛心 關注到我們社會上面有需要的人 在社會資源優先的情況底下 幸好有牧原業者願意發揮慈善的依據 將募集物資透過三支區公所 食物銀行這個公家平台 發放給需要幫助的民眾 讓全區的弱勢與有需要的家戶都可以受惠 而公所也期待透過砲磚引玉 能夠喚起更多團體或是善心人士 一起來送愛 傳遞人間的溫暖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廖片函三支采訪報導